日本自衛隊隊員背著救難物資攀爬大小落石 艱難的走在完全沒有道路的山坡上 停進偏遠的地震重災區 能登半島地震一週過去 流離是所災民仍借住在能登機場避難 但是因為道路中斷物資博解速度緩不濟急 日本地震災區的軍民對未來非常擔憂 救難隊持續搜救 當地開店的老闆自己連物資庫存都沒了 災區持續缺水因此日媒對外呼籲 不要贈送得消耗較多水的辣味泡麵 像是韓國辛辣麵 因為不適合水資源匱乏的情況 還有牽紙賀慰問性 生煎食品及其品 以及太舊的二手衣夏季衣服 還有不同電話家電 都是災區不需要的物資 目前災區輪島市已經下雪 日本政府評估還有大雪將至影響救災 將採取緊急措施部署掃雪機 並盡快搶通災區的電力與通訊 TVBH1 葉純紅 陳永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